众人拉开象征结界的香蕉叶 展示结合教学内容、研究方法 跟语言传承三大功能的阿美族语教学工具书 希望成为族语推广的一大利器 今年阿美族语言永续发展会议 以珍爱族语为主题 探讨语言程序议题 理事长提到阿美族语言学会 从去年至今总共走访125个部落 调查超过1500个有传统知识的族人 而多数集中在70岁以上 希望圣其老还在时 赶紧完成知识保存的工作 也就是说未来的五年到十年 我们能不能好好把握 让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知识 包含语料的知识 能够完整的被收整起来 作为我们未来的语言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治疗库 会是一个关键的时期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合作的一个单位 就是与各语推组织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口的一个单位 当然类似 像阿美族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个学会 也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像 很像的一些合作跟联系 那将来我们也会考虑在相关的一些 比方说经费 将来怎么样提供一些资源 这个是我们未来会做一个考虑 除了访识阿美族部落 阿美族语言学会也前往北部都会区 进行传统智慧能力盘点 发现目前50岁以下族人大多集中在都会区 族语存续更是险峻 因此建议未来语言政策应该因地制疑 分别针对都会 原乡部落特性加强语言推广 而理事长也强调 从家庭开始说主语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原则新闻在罗贝斯花莲新城采访报导